秀自己来反映社会现象这样的概念 让摄影师吴正章在纽约秀自己摄影展里 击败了70多国的参赛者 拿下评审大奖的荣耀 零零麦聊的台所六金场 街头的冰浪稀石摊钱 每一张看似风景化的摄影作品 其实要表现的却是台湾社会现象 吴正章的台湾美景系列 在国际上大获好评 成为首位荣获纽约秀自己大赛 最高评审大奖的台湾社医师 看到一些社会上面的一些环境上面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市场看到的一些景象 可能已经没有人 不管是政府 或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 其实都已经不会去注意到 利用光线来伤我的脸 然后去把我的脸把它破坏掉 来取代一种情绪的那种宣泄 借着作品表现社会问题 吴正章刻意将画面美化 就像是台湾到处都有的杂乱电线 吴正章却强调线条笔直的美感 讽刺地表达台湾美景概念 看到这些涂鸭 这些涂鸭可能就是可能是一些失业的人 或是一些可能一些一些广 也是它其实也是一种广告 它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墙壁上面的讯息 其实就好像是我们台湾的一种独特的美学吧 麦窑 台塑六千云林线那个地方 就是一种工业的污染 跟我们所吃的东西是非常靠近在一起 比如前面的那些是客家 因为将自己用光线破坏 缩小在画面中的比例 凸显环境现象 另类的表现手法 是吴正章能够获得纽约秀自己竞赛 评审大奖的最高荣誉原因 而创作这些作品 吴正章最终还是希望 人们能够因此省思 我们所处的环境 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别的新闻 天天蓝金发台北报道 观众